这些都是金义卫收集的奥运徽章 交换徽章是奥运会的一项传统 在东京记者遇到了作为志愿者参与本届奥运的金义卫 他虽然刚刚开始收集徽章 却已经可以算是个达人了 仅用四天时间就收集了几十枚徽章 平均每天都能增加十几枚的收藏 最喜欢的肯定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2022年的一个北京奥运会的一个聘 当时我是在NPC内部的一个邮局那边 然后我是站在那边在买邮票 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的中国的媒体同行 媒体朋友们 然后我就看了 这个怎么是冬奥会的一个聘 这个非常有意义 能不能和我换一下 其实他身上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冬奥会的一个品 其实我最初我是非常想要那个品 然后他说你这个可能不能给你换 然后我能不能给你换这个 然后我就说也挺好的 奥运会章起源于希腊雅典 起初是用来区别运动员官员和新闻媒体身份的原纸牌 一些参赛选手通过交换身上所佩戴的原纸牌 来传递彼此的美好祝福 奥运会章交换的习俗因此产生 在金一位看来 疫情之下的奥运会章文化更有其意义 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冬奥运会 我们大家都戴着口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 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 也不知道对方的表情是怎么的 那么通过一个PIN 换一个PIN 大家可能都会微笑 特别都感兴趣 这一个都会非常开心吧 我觉得是这样 金一位告诉记者 奥运会章一直以来受到奥运收藏家的青睐 会有发烧友专门守候在场馆外 与参与奥运的媒体志愿者交换 场馆外面他们专门会有人 是收集PIN的人 然后他们是不是相关的运动员 也不是相关的媒体 然后他们就会有脸上 这个帽子上 包括衣服上都会戴着 都会有PIN 然后他们就会去找 找媒体 找我们这些有PIN的人去换 金一位是在成为志愿者后 才开始收集奥运徽章 但收集的速度却很快 他告诉记者 收集奥运徽章也有诀窍 换PIN的话 就是一个首先肯定是语言了 如果你不能和别人交流 那也肯定可以去换 就是语言一定要好 然后就是你看 脸皮肯定要厚一点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有一个 但是你就是前来打或者怎么样 他也会可能会换给你 甚至我之前接触到有的男的话 他们就是有的欧洲的一些媒体 他们可能就觉得 我能够跟他换PIN也是他的荣幸 他也非常的开心 你会跟他交流什么吗 对 你会有什么 我可以 其实我这每一个PIN都是代表着背后 我是有一个故事的 我换了一个PIN当时我和这个人是怎么样去接触 怎么样去交流的 其实我都有自己在脑海里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这个PIN本身的一个价值来说 是更珍贵的 各位好 今天是你 除人 最近是你 每一个新闻 学院